第三势力团结联盟 萧美勤国极韩 为民服务为国举才扭转乾坤 拨乱反正 发文日 7.113年1月2日 发文字号 113行字第010201号 机关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福瑞街 29号13楼之一 联络电话 0923101305 电邮 poplesvoice19atpmail.com 正本授文者 中央选举委员会里 主任委员静勇 副本授文者 蔡总统英文 行政院陈院长见人 监察院陈院长局 主旨 敬请告知贵委员会 是如何审查 民主进步党推荐之 副总统候选人 萧美勤的参选资格 说明 一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第六条第一项 由中央选举委员会主管 并指挥监督直辖市 县市选举委员会办理之 但总统 副总统罢免案之提议 提出及副总统之缺位补选 由立法院办理之 第七条 中央选举委员会 办理下列事项之第四项 候选人资格之审定事项 2. 可知贵委员会为总统 副总统选举罢免之主管单位 也负责候选人资格之审定 3. 同前法第20条第二项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应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大陆地区人民或香港 澳门居民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者 不得登记为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第27条第一项 下列人员不得申请登记为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之第三款 具有外国国籍者 4. 肖美琴女士 历任四届立法委员乔选 不分区 区域 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 可谓对国内国际事务均有充分的了解 无怪乎成为民进党推荐之副总统候选人 5. 然而最近坊间对肖美琴女士国籍问题传言纷纷 霍卫萧女在日本出生时 即随其父母入籍美国 霍卫萧女以美侨身份考取台南女中 霍卫萧女传记自认只有美国籍 霍卫萧女虽在台湾历任公职 仍然始终保有美国身份 6.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职业律师 公益律师 前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邱章 近日在媒体执政立历 霍女仍然在美国有住址 保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码 自1993至2023年应该都有在美国报税 并质疑霍女可能拿不出美国国务院计划的丧失 美国国籍证明书 郭台铭副首赖佩霞放弃美国籍 并公布其取得执政明书 6. 由于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备位元首 国籍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 不能有模糊空间 否则关键时刻 国人会迷惑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 究竟选择效忠和国 何况萧女于参加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时 公然戴着印有美国国旗之口罩 一点也不避讳地于众目睽睽之下进入辩论会场 似乎以身为美国人为荣的样子 其因此敬请贵委员会告知 是如何审慎 依规定审查萧美琴女士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 如果迫于压力 敷衍色则曹操审核通过 定当一涉嫌独职及外患提告 第三势力团结联盟总召集人王维仁 敬上